玄冰 宋慧喬之恋 玄冰和宋慧喬曾經算得上是最強的螢幕CP 在國民心中最完美的情侶 玄冰和宋慧喬在2008年 通過韓劇他們生活的世界相識結緣 通過兩個月的交流確定了雙方的心意 毫不客氣地推到了對方發展 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戀人 也通過社媒公開承認了兩人的關係 玄冰和宋慧喬在一起 填盪了無數粉絲 一個國民老公的男神 一個國民老婆的女神 簡直就是神仙俠侶 這樣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可惜好景不長 他們戀愛僅僅三年後的2011年 兩人就已經宣布分手了 2011年也成為眾多選兵粉 賞心欲絕最想不開的年份 同樣宋慧喬的粉絲也非常不理解 為何兩人要分手 一世間許多八卦開始在坊間流傳 雙方粉絲甚至互相攻擊抹黑對方 形式一度相當複雜 宋慧喬、宋仲基結婚 誕生女人最寂寞 既然與玄冰分開了 宋慧喬自然有選擇愛情的權利 2016年上映的《太陽的後裔》這部偶像劇 將宋慧喬與宋仲基兩人組成了最強一幕CP 果然因戲生情 2017年10月 宋慧喬突然宣布與宋仲基結婚 並且迅速舉行了婚禮 這個消息再次轟動了演藝圈 雙宋婚姻一時間被傳聞交話 宋仲基比宋慧喬小4歲 兩人的姐弟戀公布後太驚艷 宋仲基當然也是一位大帥哥 而與玄冰不同的是 宋仲基可能是因為更年輕的緣故 身上多了幾分陽光之氣 雖然沒有玄冰那麼內敛和成熟 但兩人也算是郎才女貌 獻殺旁人 可惜 兩人兩年後在2019年6月27日條件離婚 而離婚的原因 據宋慧喬所講 則是因為宋仲基太敏感 對自己存在信任危機 而最終導致感情破裂 或者是因為宋慧喬實在太美太優秀 宋仲基過於缺乏安全感 而離婚後的宋仲基直接把他們的婚房賣掉 做法是相當很辣 不留一絲回憶和退路 網報玄冰宋慧喬復合 7月30日 韓國網友爆料 玄冰與宋慧喬已同居 並且在室外遛狗並附上圖片 證明兩人已經復合 而之前就傳出離開宋仲基之後的宋慧喬 便投入了玄冰的懷抱 但這件事一直被宋慧喬方否認 而玄冰在離開宋慧喬後 雖然也與江蘇拉在2006年交往一年 最終快速分手 玄冰有不在場證據 但按照玄冰此前官宣的行程 玄冰7月中旬就出發赴約旦拍戲 並且會一直停留2-3個月 不知道韓國粉絲是什麼時候拍攝的照片 因為此事的玄冰有不在場證據 玄冰宋慧喬復合 或以為假新聞 玄冰力捧得黎仔絮新劇預告 全身蘇點指尖詮戲 跟高雅拉CP感強 由韓國男演員黎仔絮 和人氣女星高雅拉搭檔的新劇 《多多嗖嗖拉拉嗖》 將於8月26日晚9點30分 在韓國KBS電視台首播 當地時間7月29日 《多多嗖嗖拉拉嗖》劇組發布了 首支40秒長度的預告片 在預告片中 黎仔絮一邊喝著咖啡 一邊用手指敲擊著黃筷的旋律 兜兜嗖嗖拉拉嗖 但高雅拉微笑著走進她 嬌羞地問道 你為什麼等我 然而黎仔絮的意外之處在於 她出乎意料地回答為了得到錢 預告片中導演完美地 Guy到了黎仔絮的各個蘇點 從咬吸管的嘴到放下冰美式的手 再到敲擊桌面的鮮長手指 到性感的叫懷全是戲 雕塑般的測研處處暴擊 狙擊力爆表 把粉絲的心都融化了 黎仔絮一張口 低音炮营繞於耳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蘇得一塌糊塗 粉絲紛紛表示被蘇得不要不要的 迫不及待想看兜兜嗖嗖拉拉嗖播出了 只好先安排上 仔絮有爸同款冰美式 來壓制一下激動的心情 蘇站的黎仔絮跟可愛的高雅拉意外地配一臉 僅僅40秒就讓人感叹 他倆滿滿的CP感 互動又甜又有趣 這種愛情喜劇就是需要這種CP才帶感 觀眾期待值被吊得高高的 該劇由購物王路易 《我身後的陶思》 《吳之音》編劇直筆 《超人時代》金敏金導演指導 講述活力滿滿的鋼琴家 他的百搭CP體制 不管是他與林秀金、張基隆、李多喜合作出演的 WWW 還是王曼改編劇偶然發現的一天 還有他搭檔朴米英、徐康俊主演的 至於愛情劇 天氣好的話我會去找你 每次都能給粉絲帶來新驚喜 這次是演員黎仔絮首次擔當男主角 對他來講即使機遇也是挑戰高 玄冰對這位後輩是寵愛有加 除了是親自帶出道外 前幾天遠在國外拍攝的玄冰 還不忘給黎仔絮送了應援車 特別的有面子 世紀情侶復合 宋慧喬玄冰深夜遛狗一同居 女方終於給出回應 對於大眾而言 明星們撲朔迷離的感情生活 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談資 最近韓拳爆出的大瓜 就極度滿足了廣大網友的八卦之心 30日有韓網友在社交平台上曬圖 表示偶遇玄冰宋慧喬深夜相伴遛狗 兩人甜蜜意味疑似同居中 玄冰和宋慧喬被視為世紀情侶 如今兩人疑附和的消息對娛樂圈而言 無疑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雖然這名網友爆料的圖片有些模糊 大家無法認定其中就是玄冰與宋慧喬本人 但是自從宋慧喬恢恢復單身狀態後 關於他與玄冰的戀愛粉文就甚嚣成上 同時細心網友們也在聰慧喬好友發布的 《宋慧喬遛狗》視頻中 發現了兩人移交往中的線索 引起大家注意的先是視頻中的男性手臂 接著該男性的聲音也被網友們與玄冰作對比 大家驚奇地發現 視頻中男性的手及聲音特徵與玄冰非常相近 這一發現似乎更加印證了 玄冰與宋慧喬在重新交往 韓圈《世紀情侶》今天附和這一傳聞愈言愈烈 也吸引了玄冰方粉絲的目光 對此玄冰的粉絲替偶像回應 指出玄冰此時正在國外拍戲 與傳出緋聞的時間線根本對不上 網絡上玄冰與宋慧喬附和的蛛絲馬跡眾多 但終究沒有出現二人正連照 沒有實錘也無法下定論 不僅如此 對於玄冰與宋慧喬的關係 大家也各有看法 在一部分網友心中 宋慧喬固然很好 世紀情侶的CP粉也數量龐大 倘若宋慧喬和玄冰 能夠像國內的謝霆鋒、王菲一樣再續前緣 也並非不是一樁好事 可在《愛的迫降》熱播後 孫一貞、玄冰兩人沒少甜蜜互動 他們的CP粉也不在少數 面對著玄冰與宋慧喬的緋聞 一時間一記絕成CP也紛紛表示心碎 在大家幾乎認定宋慧喬和玄冰的暧昧情事後 事件卻因為宋慧喬方而大逆轉 宋慧喬公司作出回應 網絡上的傳言毫無價值 目前二人也在討論各自的作品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宋慧喬經紀公司的否認 也一語點信夢中人 在CP粉們看來 宋慧喬與玄冰郎才女貌的確十分相配 更何況 玄冰還曾表示宋慧喬是理想型 兩人又曾相伴 三年時光 可十年間 宋慧喬經歷了結婚離婚 玄冰想必也有自己的生活 強行將兩人撤到一起 不過是一些CP粉的一難評 論玄冰與宋慧喬是否能夠十年世紀復合 也不管他們最終的歸宿都是何人 大家都應該用寬容和尊重的心態來面對 畢竟他們能夠各自安好 才是粉絲們最想要看到的 宋慧喬與玄冰的事件鬧了一場烏龍 卻也表明了明星們的感情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大家 茶餘飯後的消遣 但是過度關注 給他們造成困擾卻實在不該 與其將注意力集中於明星私生活 不如更多地關心他們的作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 點讚 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